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4年1月17日 吳陳比武在新花園泳池打響 這場70年前的比武儘管持有幾分鐘 卻掀起了數十年的江湖見語 吳陳比武的兩位主角 分別是澳門白河派陳恰夫 以及曾擔任黃浦軍校教官的 香港吳家太極權吳恭義 事源吳恭義在香港公開宣稱微逢敵手 陳恰夫隔空回擊後 雙方就在報章展開半年不戰 這時香港石劍尾發生大火 外面調停的何彥就以慈善籌款為命 舉行禁止比武 隨著雙方在報章上的口水箭越演越烈 最後連筆密都已經說不清 決定用拳腳說話 不過當時香港禁止公開比武 而蔡司就移私到澳門舉行 但比武遲遲未獲得澳督拍板 直至陳師傅保證不會出人命 加上何彥先生強調 此次比武只是為了慈善籌款 才令澳督放心千批賽事綜衡 還向吳陳比武提詞讚藥 並且委託了澳督夫人主持競賽 比武消息公動港澳 看客分至搭來 杜倫加班 酒店爆滿 賽事當日入場觀眾愚蠻 當時千多元就可以買間屋 卻籌得善款27萬元 比武共分為6回合 每局5分鐘 雖然有安全規則 但拳腳無眼 第一回合就已經健紅 第二回合打出真火的兩個人 更雙雙起腳犯規 身為裁判的何彥先生 立刻拋出白手筋 終止賽事 經裁定後大會認為比武已經達到慈善目的 以不勝、不和、不敗為賽事作結 比武雖然短暫 但就啟發了香港新晚報的總編輯羅夫 由報寫一名編輯 筆名梁宇生的陳文筒 以龍虎斗驚華推開新派無合小說的大門 一年之後 金融、茶良融、以書劍因仇錄接觸 合力掀起幾十年新派無合的法義因仇 今次比武中的兩位主角不打不相識 敬、不勝、不和、不敗之後成為好友 今日 吳陳兩位師傅均以作估 幸好仍然留有影像資料 記錄這一場轟動港澳的比武 記錄了新派無合蒙的起源 中文字幕提供